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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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平安 如圣经上所说的 亚伯拉罕所信的 是叫人同死里复活 死无便有的神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因信仍有指望 今天让我们也带着这样复活的信心 来向天父上帝祈求 祝福各位今天都有美好的一天 大魏问说 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 我要因约纳丹的缘故 向他施恩 扫罗家有一个仆人 名叫喜巴 有人叫他来见大魏 王问他说 你是喜巴吗 回答说 仆人是 王说 扫罗家还有人没有 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 喜巴对王说 还有约纳丹的一个儿子 是瘸腿的 王说 他在哪里 喜巴对王说 他在罗底巴 雅米利的儿子 马吉家里 于是大魏王打发人去 从罗底巴 雅米利的儿子 马吉家里 照了他来 扫罗的孙子 约纳丹的儿子 米菲波舍 来见大魏 福地叩拜 大魏说 米菲波舍 米菲波舍说 仆人在此 大魏说 你不要惧怕 我必因你父亲 约约纳丹的缘故 施恩于你 将你祖父 扫罗的一切田地 都归还你 你也可以 常与我同席吃饭 米菲波舍 又叩拜 说 仆人算什么 不过如死狗一般 静蒙王这样眷顾 王召了扫罗的仆人 喜巴来 对他说 我已将属扫罗 和他的一切家产 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 你和你的众子 仆人 要为你主人的儿子 米菲波舍 耕种田地 把所产的 拿来供他食用 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 喜巴有十五个儿子 二十个仆人 喜巴对王说 凡我主我王 吩咐仆人的 仆人都必遵行 王又说 米菲波舍 必与我同席吃饭 如王的儿子一样 米菲波舍 有一个小儿子 名叫米家 凡住在喜巴家里的人 都做了米菲波舍的仆人 于是米菲波舍 住在耶路撒冷 常与王同席吃饭 他两腿都是瘸的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4月25号的QT经文 是《撒摩尔记》下9章1到13节 我们先来默想这一段经文 前一段提到大卫击败了以色列周围的民族 从菲利士人 亚兰人到以东人 大卫无论往哪里去 上帝都使他得胜 大卫也向以色列人秉公行义 而在今天这一段讲到 大卫就问扫罗一家还剩下什么人 他要因为和约拿丹的情谊而恩待这个人 有人就去叫扫罗家的一个名叫喜巴的仆人 来见大卫 王就问他扫罗家中还有什么人 王要以神的慈爱来待他 喜巴回答 约拿丹还有一个儿子 他是一个双腿残废的 大卫就问那人在哪里 喜巴回答说 那人住在罗底巴在雅米利的儿子 马吉家里 这里是从约旦河 位于约旦河东岸的激烈地 马拿西支派的一个城镇 于是大卫王就派人去罗底巴那 把人从马吉的家里接来 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 米菲波瑟 他来到大卫的面前 就向大卫俯伏叩拜 大卫就叫米菲波瑟 米菲波瑟回答他说 仆人在这里 大卫叫他不用害怕 大卫要因为他和父亲 他父亲约拿丹之间的情谊 来恩待他 大卫说要把他祖父扫罗 所有的田地都归还给他 还要米菲波瑟 常与大卫同席吃饭 这代表大卫看重高台米菲波瑟 并要帮助他可以过一个好的日子 米菲波瑟再次的叩拜 他说仆人算什么呢 不过就像一条死狗罢了 大卫竟然这样的眷顾他 米菲波瑟早就不认为自己还是什么王的后代 他的腿在小时候就瘸了 他能够狗眼残喘的活到现在 对他来说已经是很好了 王又把扫罗的仆人喜巴招来 告诉他已经把扫罗全家的产业 都赐给了他主人的孙子米菲波瑟 大卫要喜巴和他的儿子 以及他们的仆人 要为米菲波瑟来种田 把出产拿出来供养米菲波瑟 米菲波瑟还要常常的与大卫同席吃饭 也就是说如果喜巴他没有照顾好米菲波瑟 米菲波瑟反映给大卫 大卫是知道的 那喜巴他有15个儿子 20个仆人 喜巴就对王说 仆人会遵行王所吩咐的这一切 于是米菲波瑟就像王子一样 常与大卫同席吃饭 米菲波瑟有一个小儿子 名叫米加 而喜巴家中的人都做了米菲波瑟的仆人 从此双腿残废的米菲波瑟 他就住在耶路撒冷 常常与王同席吃饭 我们看到大卫在思维安定 国家也安稳定之后 他始终没有忘记当初与约拿丹所立的约 要善待他的后代 永不可向约拿丹家绝了恩惠 他找到了约拿丹的儿子米菲波瑟 是瘸了双腿的 大卫不仅把扫罗的田地都归还给他 还让原先扫罗的家里的仆人喜巴 为他种田来供养米菲波瑟 大卫还让米菲波瑟 常常的与他同席吃饭 把他看作是王的儿子一样 大卫坚守了与约拿丹所立的约 以上就是这一段的默想 弟兄姐妹平安 从前面一段的经文的默想 让我们看到一个原则 那就是在上帝面前的立约 不管时间环境如何变化 神的百姓仍要坚守 效法上帝的守约施慈爱 今天的QT提醒我们 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所以神的百姓也理当 效法上帝的属性 要成为一个守约施慈爱的人 对人来讲 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和环境的变化 就好像当初约拿丹是王子 大卫是下属 甚至面临扫罗的嫉妒追杀 约拿丹却与大卫非常的契合 他欣赏和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生命 愿意与大卫立约结盟 绝不出卖大卫 大卫得到约拿丹的帮助 才得以从扫罗那里逃走 但如今大卫已经做亡了 扫罗和约拿丹都已经死去了 扫罗的后代早就已经失去势力 大卫也击败了以色列周围的仇敌 使国家都安定 做一个王 他在掌握权力之后 他也没有报复扫罗的后代 从人的角度来看 大卫的表现已经是很好的 况且王应当有的更重要的国家大事要处理 这个当年的立约 感觉起来好像就不是那么重要 人也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 当初某个立约的重要性 感觉那个重要性好像似乎就降低了 很容易因着当下觉得更重要的事 或是自私的想法 就忽略坚守所立的约 不过对神的百姓来说 我们要明白任何的立约 都是在上帝面前的 那不仅仅是与人的立约 也是与上帝的立约 上帝是超越时间不改变的神 这个立约在他眼中的重要性 是不随时间改变的 我们必须承认也正是因为上帝的守约信实 他借着主耶稣所带下的救恩 才能持续的有效 我们才能够因此得救 成为新约神的子民 我们相信耶稣 承认耶稣是主 在凡事上我们都要效法耶稣 荣耀上帝 就是对于坚守立约一个最根本 和持续的操练 信仰落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耶稣在登山保训有教导 不要随便的启示 而是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那边说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身为基督徒 我们要看重自己所说的话 所做的承诺 答应人的事情 我们就要尽力的做到 不要自私为己 而是要成为一个乐于给予的人 因为主的榜样跟教导 就是施比受更有福 别人也是透过自己的所言所行 来认识上帝 这不仅是为了自己 更是为了上帝的荣耀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恩典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我们看到大卫 他即便成为一个王以后 他也没有忘记 当初他与约纳丹所立的约 他要恩待约纳丹的后代 主啊 我们要效法上帝 也都成为一个守约 施慈爱的人 让我们对于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都要看重那个承诺 主啊 要成为上帝美好的见证 你与我们同在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恩典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